大家好,我是EpicXia 说起蓝灵王,大家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长得帅,戴面具,会打仗上面 但却不知道他是一个为国尽忠且命运坎坷的人 今天应粉丝的要求来做一期历史上的蓝灵王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蓝灵武王,本名高长公,又名高校冠,生年不祥 生于南北朝时期的东魏王朝 是东魏权臣高成的儿子 后来高成就在快成功篡夺东魏政权的时候 被刺杀身亡 他的弟弟高杨继承了他的事业 成功篡权了东魏,建立了北齐 在560年,北齐前明元年的时候被封为蓝灵王 后来又累次升迁,成为并州刺史 在这里说一下蓝灵王的排行 在北齐书列传第三里,记载蓝灵王是第四字 而在北齐书《地计第五》里面 则蓝灵王是第三子 但无论是排行第几,他都是高成的儿子 三年后,公元563年,突厥进攻并州 高长公奋战将突厥人击退 一年后,公元564年,北州进攻北齐 金庸城被围住,蓝灵王亲自率领500骑兵 冲进北州军队的包围圈 因为头戴着头盔,城市上的人认不出他是谁 直到他脱下头盔,城上的人才开始射箭保护他 里应外合,解除了围困 北州的军队丢弃迎债逃走 从芒山到谷水 三十里地到处都是北州军队丢弃的物资和武器 蓝灵王因为长得十分俊美又无比的勇猛 芒山的胜利使得他威名远扬 士兵们唱蓝灵王入阵曲歌颂他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被北齐的皇帝所忌惮 同一年,蓝灵王成为了尚书令 后来蓝灵王担任过四州、青州、营州的地方官 得到和收取了很多的财物 又从570年到571年连续升任陆尚书士和太尉 无论是有实权还是虚职 这都已经是非常高的官了 后来北州宇文县进攻北齐 攻取了五座城池 北齐的太宰段梢和蓝灵王一起带兵 抵御北州的军队 攻克白骨城后就回军了 同一年,571年 太宰段梢和蓝灵王一起围攻定阳城 可段梢却卧病不起了 他就对蓝灵王说 这座城池只有东边可以走 敌军肯定会从这里出现 只需要派遣精兵防守在那里 就一定能够捉住敌军 于是蓝灵王就派遣千余名壮士 埋伏在东南的建口 后来城被围久了 粮食也吃完了 北州宇文县想要派兵前去救援 但是害怕断烧 就没有进兵 定阳城中的将领 阳福就率领着士兵突围 被蓝灵王部下的伏兵所攻击 全部都被俘虏 两年后 直到公元573年4月 蓝灵王高长公 接连升任大司马和太宝 而又因为之前的战功 被封为巨鹿 长乐 乐平 高阳这些郡的郡公 不过在一个月后 就被皇帝赐死 是否觉得很突然 那么我们在这里停一下 时间回到芒山之战后 当时的北齐皇帝 也就是齐后主高尾 问蓝灵王 你就这样冲杀进入了敌阵 如果失败了 岂不是连后悔都来不及 蓝灵王却说 国事就是家事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皇帝听到蓝灵王说家事 便更加的猜忌和忌惮蓝灵王 后来在定阳之战的时候 蓝灵王时常收取贿赂和财物 他的部下卫乡院问他 王你既然受到朝廷的委托 但为什么这么的贪婪 蓝灵王没有回答 卫乡院接着问 是不是因为芒山之战的胜利 您的威望太高 害怕功高震主 遭受嫉妒 所以现在要做一些 自损民生的事情 蓝灵王回答道 是 卫乡院却说 如果朝廷想要害你 这些事情更能被当成罪名 反而会更快招来灾祸 蓝灵王哭着问道 那我该怎么办 卫乡院就说 亡你之前已经有力下战功 今天又打了胜仗 声望太高 最好成病在家 再也不要去管理 或者评论国家的事情 蓝灵王采纳了他的方法 却没有成功 等到北齐要对成朝用兵的时候 再次被扔名为将军 蓝灵王感叹道 我去年脸上长庸 但为什么现在却好了 从那之后蓝灵王就算生病也不再医治 公元573年 其后主高伟派使者徐之范送毒酒给蓝灵王 蓝灵王对自己的王妃说道 我忠诚于国家 哪里辜负了天子 要惨遭如此的毒害 王妃对蓝灵王说道 为什么不去见皇帝 解释一下呢 蓝灵王说道 天子怎么可能见我 于是喝下了毒酒 死后被北齐追证为太尉 四号五 那么本期的视频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各位有什么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或者朝代 可以私信给我 然后我会尝试的去做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